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浪贪 浪费 别告诉我 是玉帝派你们下来监视我的啊 这个清明节快到了 也反映了这个节气的变化 阳光明媚 百花盛开 不过新加坡的天气实在是太过的炎热了 小鹿兽 你们帮个忙好不好 帮我找个救星 好吗 诶 赵神 诶 你是谁啊 我是新加坡广汇照一山田园的顾问 陈安和 你就是陈顾问啊 嗨嗨 嗨嗨 是这样的 据我了解呢 这个清明节之前还有一个节日叫做海喜节 对不对 曾经有一个叫做戒指推的人 他就把他大腿上的一块肉割了下来 给当时在逃亡的晋国公子从而冲击 还救了他的一条命 从而回到了晋国之后 很自然的就要给戒指推呢 受赏封关 但是谁知道他不领情 还不断地拒绝 惹恼了从而 后来他就叫士兵们上山把戒指推 还有他母亲的那个房子给烧了 本想要把他们逼出来 但是谁知道一不小心 哎呦 烧死了 那么为了要纪念戒指推 他就把他的忌日呢 放在寒食节 因为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日期呢 非常的接近 而在民间呢 寒食节是静火扫墓的日子 那渐渐的这个寒食节和清明节呢 就二合为一 我说的对不对 有没有一百分呢 有了 有了 有一百分呢 来 我带你去了解 新加坡人清明节的习俗 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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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加坡呢 有很多的不同籍贯还有宗教 那么我相信在清明节的时候 他们的祭拜方式 应该有不一样吧 清明节是扫墓吧 祭拜仙人 那么我们首先就把这个坟墓 杂草全部除掉了 那么就用一块小石头压住那个山子 就代表我们有后人来击败过 哦 那么击败 我们有带着有三性的食物过来 就是有烧鸡 烧鸭 烧肉 哦 好吃好吃 不过现代的人已经简化了 包括有一些简单化的汉堡包啦 榴莲啊 什么都行啊 对对对 就跟我们在家里一样 一年一度要大扫除 那么我知道寒食节的时候就是不能够生活嘛 对 那么以前的人呢 他们就会做像清淡这样的糕点来冲击 满足人们祭祀 还有不催而食的需求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 你们的Pak Connector也是有很多 对 因为这个寒食节呢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就叫做大清洁 所以以前的人呢 除了祭拜祖先以外 也会趁这一天 初春的时候呢 一家老小出游去散散步啊 就是拜完后呢 就把那个贡品呢 大家一起分享 走在那个小亭子里面 大家做个野餐 的Pak Connector 嗯 所以可以说就是在新加坡呢 清宁节就是一家老小聚在一起的一个活动 为已故的家人呢 清理他们的长眠之地 借此缅怀逝者 对不对 对对对 来来来 我带你去看广汇叫碧山亭的古为塔吧 好啊 走走走 走 来 随着新加坡的快速的城市化 坟地的面积已越来越小 许多像广汇造碧山亭的寺庙 都建了骨灰与排位的场所 让人们缅怀逝者 祭拜仙人 哈哈 诚公文 谢谢你啊 抽时间带我到处走走 很好很好 别那么说 来 这次给你回去走 吃什么 诚公文啊 我们才刚刚认识 你给我做这么多的功课啊 不会吧 这个 诚公文 蝶儿玉帝 这次到了广汇造碧山亭体会新加坡人 在清明节都会追思感恩 供奉祖先 也希望下一代的新加坡人 会延续传统传承亲民习俗 请不吝点赞